音楽 音樂 本期跟住月厨探西街 我們來到兆興 去到高夭參觀回龍肉鴿養殖場 這個差不多 這個應該是15、6人鴿鴿 在石牌里文創街 看兩位大廚殖場攀任肉鴿 廣寧的鮮竹筍炒乳甲鬆 拿到一些紹興甘、甘醬煎甲泡 再品嘗品類眾多的肉甲煙 這個是脆皮鴿 這個是陳皮麵醬 更多精彩內容 敬請鎖定珠江頻道 全民享受世界 各位團友,失機無神 你們一提到鴿 第一個在腦海裡想到的是甚麼 我做腦香鴿 腦水來做腦水正鴿 果然是廚師 鴿爺,我最喜歡喝湯 我喜歡腦鴿,拿來燉湯 也是想吸引別人的 對 說到鴿,雖然大家的第一反應 各有不同 這裡的高腰迴龍 有一種很特別的品種 本地的食物 叫做高腰迴龍肉鴿 當時我們是否要有地頭蛇 先戴路 是想找養殖場的負責人 阿楓出來介紹 好 鳳哥,歡迎… 你看這些身影,像浴甲一樣 帶我們看看高腰迴龍浴甲的鴿場 好… 阿楓,其實這裡面 我們看到有些一家大小 但寶寶又大又小 究竟你們是怎樣分辨的 它有生產牌紀錄 每一群都有的 我看到剛才有一些白鴿在敷彈 對,那些還沒出殼 那要敷多久? 18天出殼 另外,牠們這些嬰兒 一直被爸爸媽媽帶到多大 才能分開呢 一般是18天上 18天 就可以出籃了 出籃就叫乳鴿嗎 對,四周來都是乳鴿 但我想問一下豐哥 我們眼睛看到很大的養急場 這裡有多少隻鴿 兩萬多對 四萬隻 兩萬多對 出產一年,可以賣出多少隻 一個月有三萬多隻 這樣也很厲害 你很有錢 來…借一步說,別跟他 單獨談,帶我去看看鴿場 迴龍浴甲的品種是怎樣的 自己經過幾代的飯肉 挑選出來 雜交般培育出來 現在就變成一個迴龍 真是當地的品種 是,肉鴿 它的特點就是多肉 大隻 我們的鴿鴿餵甚麼給牠們吃 餵的都是五谷雜料 這樣去餵養肉會比較好吃嗎 對 沒有那種腥味 對,比較鮮味 這隻品種比其他街市的 買得到的普通品種 怎樣,牠真的會比較多肉 大隻一點,比較肥一點 很厚心的肉 這隻隻也是屎太龍 既然兩位大廚都過來的時候 這裡是專產鴿內的大隻鴿鴿 你們想怎樣做 一邊想,一邊選擇 沒錯 要先選一隻舊肉比 那我們現在選擇前鴿鴿鴿鴿鴿 7、8 我現在來到鴿鴿場 一起用哪隻鴿鴿來吃 正常我做腦髓 可能是兩至18天的四天之間 連員的鴿鴿鴿 那些貨的年齡年間最多肉 而且有雜汁 肉的 frontline 走,一起去 這個差不多了 這個應該是15、16天的鴿 就是這個 鴿鴿很肥 而且剛才介紹的鴿鴿是五穀雜糧 這個大概是八糧 好,今天我選了一隻鴿鴿 為甚麼要選鴿鴿鴿 因為我今天做個湯給大家喝 這隻鴿鴿很好吃 看鹿鴿鴿,怎麼看呢 我要看一隻腳 一隻腳的色彩越紅就越老 用來做湯特別好 營養價值又高 正所謂一鴿頂九雞 所以這隻鴿鴿 今天我們用來做一個漂亮的湯 鹿鴿鴿湯 接下來是廚炭世界這一集的 最高潮部分又來了 現在又到了廚藝交流的時候 有三位廚神 還有一位呢 分別是佛山希爾頓酒店的 行政組長梁志坤先生 大家好… 大灣區廚神堅哥 大家好 在這個交流開始之前 大家先報報賽名字 好,今天我做兩道菜 一道菜是用鮮花椒,加滷水 浸泡的乳鴿 第二道菜是用金蠔 加廣寧的鮮竹筍 來炒乳鴿鬆 好,到鷹哥了 這個就是白鴿鴿 我蓋了它,用來煎鴿鴿 在這裡我拿到兆慶金 做到一個醬,金醬煎鴿 我們有薑和乾蔥 配酒粥和藥膳 今天做一個藥膳湯 鷹哥煮這個湯 整個大灣區都知道它的功效 生白 有這樣的幫助 行了,你兩位用 我會喝多一口 還有,我剛才說的是三位廚師 是嗎 因為這裡主場是甚麼 青花醉月 這裡主場的老闆 趙智榮,趙師傅 他不在這裡做 他覺得自己的主場 你如何顯示主場的優勢 我在自己的廚房裡做 只是讓大家看看他的樣貌 對,我們看看榮哥的樣貌 榮哥的樣貌 廖老闆 榮哥今天主場在這裡做的話 會做甚麼呢 脆皮鴿 麵醬鴿 陳皮麵醬鴿 五彩撈鴿 三樣東西 厲害… 很期待… 待會大家品嘗一下 好嗎 你就要自己去廚房、實驗室 去我的工作室 好… 謝謝… 看得起表演了 好,開始表演 來 好 謝謝… notch… 我會覺得… 我們為了… 謝謝… 我會教你 怎麼好… 吃 我會想要不要… 謝謝… 我會教你 我會教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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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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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